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企业家退休之后的生活应该是如何呢 有的人选择游山玩水享受人生 有的人是退居幕后换个身份继续为人生奋战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企业家 他在退休之前就博具知名度 退休后的曝光度其实比退休之前还要高 因为他在退休之后仍然持续创业 更一顿付出推动企业再造 这几年他也陆续推动了创立新的组织 从原本的纯科技领域跨入了艺文界 致力于推动台湾音乐国际化 也担当新年音乐会的共同制作人 这位就是我们台湾的电脑教父 也是由品牌教父之称的施振荣先生 欢迎施董事长 你好 施董事长您来到这里 这正好我们也可以请教前辈 其实今年一开春过完年以后 陆续听到全球很多的科技业 尤其大厂非常有名的 像亚马逊Google脸书都在裁员 像这种趋势这种风潮 会不会扫到台湾来呢 我想不会吧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疫情 使得突然有在家上班的需求 所以都找了很多员工 现在整个面对痛厚膨胀 他们有超前部署了 就把成本压低再收 那台湾到目前并没有所谓 有减少人力的这种想法 实际上还是减少人力的状况比较多 对其实台湾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想您刚才提到您也发现了 各行各业 百工都缺人 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想整个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是相当的强 所以在不景气的时候 当然更要找台湾来帮忙 可以找到更好的产品或者服务 所以我想台湾的真正的力量 是要国际化 也就是台湾实际上太小 台湾的价值 创造价值的能力 是相对的非常高 所以我们把全球当我们的市场 当世界的朋友也服务他们 在另一方面也有人讲 今年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数 有人说可能可以 只要不要再继续升息很多 其实可能可以平顺的过 但也有人说充满了危机 你怎么看待今年的景气呢 我想景气因为通膨的问题 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蛮多的 但是反过来 本来景气就是起起伏伏 以台湾的产业文化 弹性大 速度快 反正就看着办 原则上利用这个时间 如果景气不好 气球降低的话 反而做长期的投资 反正人已经请来了 请人也不容易 把这些人去做一些 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下一波景气来的话 我们掌握限期 会比别人更快 所以我觉得台商最大的强项 就是它速度快 弹性快 弹性大 您是电脑业起家 制造电脑 现在电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AI当道的世代 这个AI游戏最近推出了 这个Chat GPT 各界都在热切讨讨论 您怎么看待这个火红的议题 AI的前景 我想第一个科技是一个工具 不管电脑或者互联网 或者物联网 或者人工智慧 这个都是一个科技 不断地在进步 不断地堆叠 现在做到Chat GPT的这个情境 它可以帮人类的忙会更多更多 如何加益 就是借重它来帮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以及我们的工作效力 恐怕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实际上在2006、7年 我们台湾在APEC 就是亚太经合会里面 就专门提我们要负责 解决digital divide 就是数位漏差的问题 这个也是如果你不会用 AI的东西 也是一种数位漏差 所以反过来 如何来借重这些科技 来改善我们的工作跟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先前在最近Chat GPT之前 大家也热切在讨论元宇宙 您也曾经公开的 非常认同元宇宙认为 非常有前景 你现在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 帮我们比较一下 AI跟元宇宙 他们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跟他们未来的发展 有没有差异 AI只是一个科技的工具 元宇宙是我们要想象体现 未来的一个环境 一个生活的环境 基本上元宇宙未来所有硬体的设备 台湾一定扮演重要的角色 反过来在里面的 比较应用软体内容的角色 有关于华人的项目 我们应该当然不让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我称为东方系文明的发想地 也就是说我们以台湾的文化艺术的条件 我们年轻朋友的实力 给他这些舞台 让他对整个影响东方 华人以及到西方也希望东方的文明 就精神生活 我们实际上应该积极在这方面 硬体我们前面一定要服务了 比较universal就是通用 但软体还是要跟文化 有一些关系在里面 难得施董事长能够来到我们摄影棚 我们要请教施董事长 不仅是品牌专家 事实上也是创业的专家 就是一手白手起家 所以我们要从您的成长过程背景来了解 我们所知道的是 您的父亲 长辈们 当年做的是传统手工业 传统作箱 两百多年了 两百多年 可到你这一代你创业了 你另外做了科技了 跨出去 参参当时你们在地方上 爸爸做箱子的情景好吗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对他没有印象 所以我都是听来的 听来的就是说 我爸爸很会 学问很好 也很会做生意 所以也赚了很多钱 买了很多房子跟田地 但是可能过劳 所以二十几岁就过世了 所以他本身是在做箱做到前程都在卖了 他有相当的一个基础 后来当然一直传承 因为这个已经 我是第七代 等于从这个十四市 就是前座那边 移到台湾来 那就都在定计在路港 做箱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家乡 还有人在制作箱 有我的堂地 我的堂地 也实际上已经分到路港以外 已经到园林了 所以已经有两个四美意 在服务这个市场了 那这个父亲过世之后 是母亲把你们带大的 他当时就是他锁寡 吃素 所以小时候就觉得说 我一定不能让妈妈伤心 所以当时他就跟我讲 我们分工 你用工读书 我用工努力赚钱 大家分工来做事情 那我实质上在从小就不缺钱 因为家里赚的钱 我一个人花 很多同学都是好几个兄弟姐妹 所以我的零用钱还比他们多 所以过去我没有 实质上并没有吃太多的苦 一直在母亲的照顾之下 能够成长 玩得也很痛快 那从小我理工就比 数学比较好 所以果文就不太理想 那到了中学大学 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他也让我 比较该玩的就让我去玩 然后让我也单独一个人 跑到台北来流浪 看四国五强的篮球赛 看洋船馆的练习等等 我等于从小就过得 非常快乐的生活 同时我所有救国团的很多团队 我都能够参与 所以比一般的人 小时候见识也比较广一点 这都是母亲的刻意栽培 对 吉巴您 您特别提到了您的树里很强 在念树时候 我看到你当年第一次大学考试 就考上了成大数学系 那是算是很不错的公立大学 那为什么要选择重考呢 我的目标当然是台湾大学 不过突然要重考的时候 突然冒出两个新的国立大学 一个是交通大学 一个清华大学 国立了反正那时候成大 还是省力了 所以我就本来考上成大的时候 妈妈就说你不要伤心 你就重考就好了 我就去那边就准备要重考 所以参加在成大 就参加很多社团 就玩得也是很痛快 所以我在大学 包含到较大 也是社团 我也自己就成立好几个 因为同学 我算是同学里面的老油条 所以功课又读得好 压力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带头来玩 大概这样 所以您大一的时候 先到成功大学念了一年 然后接着再重新到交大再去 这时候考上电子工程系 就满意吧 满意 因为虽然没有考到 第一志愿的台大物理系 不过如果真的考上台大物理系 恐怕台湾电子业就不一样了 少了您 少了 因为我是第一台的 电算器是我发明 第一台电脑也是我开发的 所以整个都在走在最前头 是啊 我们知道其实施政荣这三个字 这名字 这个响彻天宵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其实 您以前的名字不叫施政荣 是叫施政美 没有 这是我爸爸说要证施美 我们的乡铺的号就是施美 当时是要登记在政工所要登记施美 它本来叫施政美 那时候跟美国在打战 日本的政工所就不准这样子 你要另外起一个名字 所以就变成施政荣 是这样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您跟夫人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应该是大二后期下半写年的时候 那因为我同寝室的人 他在写情书 我就请他在最后 请他的女朋友帮我介绍一个 女朋友 女朋友 就PS来的 太太就是同寝室的女朋友的同班同学 所以他就介绍 让我们认识了 那你第一次见到您未来的太太 那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印象怎么样 我在北门游击对面的公车站 那时候是公路级 他从福大市公路级过来的车站 在等下来我看到气质非常好 不过施太太对我的印象 怎么这么怂 向下来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 当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在谈恋爱 您追求行动 您是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我就是表示我有意识 所以每天写一封信 每天写一封信 一直到当兵 一直到当兵 他应该不一定有保留 不晓得 没有问他 我的信反正果文不好 不会写就是工作报告 就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夫人学的是财经方面的 企业管理 后来您创业的时候 他好像在您工作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有我们独电子工程的人 不想做的事情 他全部都报办了 等于后台的事情 行政的 财务的 会计的 他都办了 后来甚至于办到 法务的 自信 都他负责 这样夫妻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算是相辅相成 还是有可能难免会有冲突 或想法不一样 既然我把一些工作交给他 我因为靠得住 全部就没有意见 就听他的 但是他要捞过界 管到我的部门来的话 他根本没有讲话的遗地 就听我的 就这样 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大家要尊重 大家各自负责的角色 我授钱给他 我就支持他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他当然比较大 就听他的 你举个例子 哪些事情是听你的 哪些事情是听太太的 小孩子的事情 他讲的算 我只能配合 因为小孩子眼睛很厉害 一定要挑拨礼件 让爸爸妈妈意见不同 那我要小心 欢迎再回到 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独家专访 是台湾品牌教父之称 也是我们电脑教父 施正荣先生 那么施董事长 刚才也谈到 今年当前的景气 也谈到他的出身 成长的过程 其实我们说起来 台湾人比较多的是 看要不要寻公职 公教或者说是 依附在公司受聘 很多人大部分不会 一学校毕业就要创业 但是施董事长 其实几年的工作之后 他自己就创业了 我不得不创业了 是因为原来 很成功的公司 共同创业的 融泰电子公司 赚了很多钱 最后黑制倒闭 原来工作的公司 倒闭了 我只能创业 你是这样客气 创业是不是符合 你的个性 我是蛮独特的思想 所以后来想起来 应该到现在 我不断地在创业 就一直在有新的想法 为创造新的价值 这个是不容易 因为如果要创业 其实即使开个咖啡馆 开个早餐店 也都不是太简单的事情 更何况当年您开的 这是先进的科技 一般人在创业初期 是要投资成本的 很多人也是常常 熬不过投资初期 成本不断烧 回不了本 就先喊关门倒闭 听说你们在创业初期 你们也很辛苦到 薪水有打五折 七折这种状况 我想应该我创业 是属于因为不愁刺穿 是值得去冒险 来创造一个 更有价值的一个未来 那在这个情形 企业要创业 当然资本是非常有限 薪水当然要 看向我就打对着 那我们同时共同的 共同创办人 他们薪水比较低一点 但是打七折还八折 我已经忘了 那就这样 甚至也讲好了 万一撑不下去的话 我们的理想还要做 有几个人到外面去 吃头鹿 然后让公司能够维持下去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 就开始很快的就赚小钱 能够赚钱的模式 慢慢就滚血球 就越滚就越大 这样薪水打成几天 大概维持了多久 应该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 我们等于 那个薪水就等于 变成它的投资 我们赚了钱 就把那一部分就还给它 它就在投资 而且一直在投资 因为公司前面十年 每年都倍数成长 每年在倍数成长以后 自由资金 也就资本额当然就不够了 因为一般 你能够每年都赚一倍 不太可能 你只能赚25% 30%就已经了不起 那你成长所需要 那些资本额 就是要钱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前沿入股的一个计划 就让所有的员工 在符合一些条件之后 就可以透过两年的时间 慢慢缴从薪水的百分之二十 到年终奖金的百分之五十的 来慢慢扣 那它就拥有公司的一个股票 那这样就前年入股 建构一个利害相关人 利益共同体 那也就解决所谓 不会变成一盘散沙 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目的 是 那么在1984年那一年 你们的公司 当时红旗失窃了 四五千万价值的IC 对 那听说您采取了 另一类的方法去侦查 您可以谈一下 你们好像还连夜赶到 鹿港城隍庙去 请神明协助 那是我妈妈去求了 求鹿港的 反正龙山寺观念菩萨 城隍庙或者 菩利的地母庙 那就找到说要请 本来他是管辖了 城隍庙的 患将军的管这个事情 我就一大早五点多钟 就从鹿港 就把他请到科学院去 那我们的同仁上班了 就开始迎接患将军 我们找一个地方就供奉 那天下午开始就有一些 状况发生 慢慢就很快就破案了 所以后来都找回来 找回来 那实质上这个也是因为 在被拖了IC之后 我怕IC只要出口气 就会出问题 所以马上举行记者会 那所有的记者或者刑警大队 都认为这可能是孽结 那我在记者会就提出 宏击人性本善的企业文化不改 我相信我们的员工 还好最后真的都是外面的人来了 所以我们的同仁破案之后 也是四级大政 他对更相信力更强 您有宗教信仰吗 我是卢士道 我是亚乡对拜 就是跟着大家都这样 因为你有成就灵了 就是反正有诚心 反正你要敬天敬神 到现在还拜拜 对对 我每天拜拜 有时候还练经 那您练什么经呢 地母经 都是早上时间吗 晚上 晚上时间 念经对您的思路 思维有帮助吧 念经也让我感觉 我还可以背一点东西 我从来不会背了 念经还会背一个不算短的 一些经文 用背的 一定要背 有的背的比较方便 其实在您的传记当中 有提到宏击有三次再造 不过在这个之前先请教您 1992年的时候 宏击有遭到一些危机 所以必须要劝退一些员工 我们在龙腾国际龙梦成针的时候 大量的招募很多人才 那整个公司还在成长的时候 是没问题 但是199091之后 整个产业产生一些变化 附加个人电脑的竞争厉害 而且附加价值低 所以整个尤其compaq有一天 应该1990还是91 一夜之间降价30% 所以整个产业就震动了 IVM也是历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本 所以整个产业有问题 也是宏击第一次亏本 好像六亿的样子 所以我们感觉到人太多了 是因为人太多 产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大 实际上还在成长中 但是旧的那些模式思维 可能要做调整 所以我们第一个当然先做一个欠退 当然所谓遣散 那遣散当然条件是比 那个劳基法还有优惠 再加上我们写的三封信 一封给家属 一封给他本人道歉 一封给他介绍信 他们一个月之内全部都找到工作了 也就是确定他们不是不好的人 才被请走路了 欠退了 而是他实在人over太多了 所以请他们就是帮公司的忙 就在刚好可能这个产业 还是发展的机会很大 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工作机会了 那你来谈一下这三次的再造 我们先谈第一次 您第一次再造提出了一个微效曲线 各位简单的形容一下微效曲线 微效曲线是在说明 从个人电脑的附加价值 从上游一路到下游 零组件一路在装配 到市场行销品牌 这个附加价值呈现像微效曲线这样子 中间装配算是最没有附加价值 当时我会有这样一个分析 主要要欠科学员期的作业员 不要做装配的工作 我想把它移到海外去装配 因为它没有什么附加价值 但是如果移到海外的时候 会更具竞争力 让后来有42个祭典 都专门在做装配 桌上行的一个个人电脑 那时候这个我称为数十式的产销模式 Fast Food Business Model 这个是很重要提升竞争的一个模式 主要也是要跟台湾从宏祭出器人 开始供应主机板 由台湾开始销道到全球各个地方 九零出器 他们每一个国家就买了主机板 再加上买台湾的外壳 电磷供应器 加了一些东西 就响应谢东民讲的客厅技工厂 在每一个国家自己 有兴趣做电脑的人 就买了这些零组件 凑起来 它就变成电脑公司了 所以那时候整个市场 会价格会崩盘 也是因为台湾 所发起了这个主机板的 这个新的生意模式 自己组装电脑这个模式 他摆一排市场的占有力 占了50% 品牌的人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这可能是 compact要降30% 或者IBM亏本 弘旗也开始亏本的原因 第二次再造已经到了2000年了 那时候你决定把品牌跟制造分开来 对 实质上整个产业从垂直分工 垂直整合 变成垂直分工 那产销是分工 要分工了 不做电脑的电脑公司是主流 GGU所有美国的公司 全部都不做电脑了 都在台湾做电脑 弘旗还做电脑 也自己做品牌 自己就管理上面有一些冲突 管理文化有一些冲突 竞争力就慢慢上市 由台湾开始有所谓 专业代工的公司的出现 专业做代工 所以竞争力提升 所以弘旗本来代工 电脑的代工是弘旗开始了台湾 1984就开始了 就做到2000年之前 就慢慢不计竞争力 我觉得还顺得大事 产销就是分工 作为不做电脑的电脑公司 弘旗变成只经营四个字 ACER 无形的财产 通路的管理等等 国际化的能量 其实施董事长也创了一个记录 就是说其实他宣布退休 那是在2004年 那一年您才60岁 就毅然决然就是退休 然后当然也不是真的 就退到就是都不做事 其实我反正施董事长非常忙碌 不过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 您又就是只好再付出 担任董事长也总经理 那个执行了第三次再造 当时是什么样的时空环境 遭遇什么问题 OK 因为我退休的时候 已经为未来的模式 已经建立很好的基础 退休之后 它的市场的占有力一直在提高 但是一直在提高的 有一个作业的模式 就是大量的把后放到通路 让竞争者也不能进通路 这样一个模式 但是当市场没有办法笑话的时候 因为iPad iPhone的出现之后 市场对PC的需求往下走的时候 就吃了很多亏 所以就有高科技的产品 尤其电脑 自信产品 只要有库存的话 你要折价出售 所以就亏了很多钱 原来的经营者 在原来的模式 想要有所突破 我就认为要变革 才能够有所突破 后来他们董事长总经理 双双辞职 我就不得不回到公司 做短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系优 所以我很快找到系优 而找到下一任的董事长 下一任就剩下半年多了 又要改选的时候 我就找他来帮忙 等选举完以后 他就当董事长 之后他就卸任了 就有我找来的执行长 他接现在的陈建盛董事长 来接董事长 所以我觉得回去很短的 主要理由就是一定要变革 变革是组织的一个DNA 因为高科技是不断要变革 我不能一直在公司里面 我退下来 然后210天 吃了210个馒头 就退 服役就退役了 就退役了这样的观念 刚才你提到 我60岁退休 我40几岁就决定60岁退休 所以我在2000年变革的时候 就跟同仁讲 我要农退还是暗然下台 就请大家帮忙 所以他让我在2004年能够农退 我真的很谢谢他们 所以举办一个感恩晚会 谢谢他们 让我能够农退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独家专访 是品牌教父 施政荣董事长 其实我们知道 施政荣董事长说 60岁的时候就已经退休 退休到现在 其实他又是将近20个年头了 可是他现在 不只是对于科技界 还是非常能够有所掌握 事实上他还跨出到了艺文界 音乐 艺术方面 谈谈您现在的跨域领域的兴趣好吗 我第一个要特别算命了 文学素养没有 艺术细胞也没有 但是因为我退休 退休前我常常带我妈妈 去看表演 我妈妈说她陪我去 她认为我应该轻松轻松 我退休之后当然比较有时间到两天 去放松一下看表演 所以甚至人就抓我公裁 要当国议会的董事长 我想了两个月之后 后来答应了 我进入了国议会做了六年 对艺文环境也多了解 我意进去就希望能够帮他们建构未来 这个挑战是很大 反而挑战是我所希望的工作 也突破这些评价 能够一个生生不息的 新未来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现在就是 等于对艺文团体 希望有机会示范 可以赚钱的模式 国内其实新近这几年 新近崛起的万圣乐团 其实也是在您的提息 跟扶持之下成长了 受到肯定 应该可以说第一个 是因为李哲宇 等于艺术总监 或者现在万圣国际的董事长 他本身是艺术家 同时他也了解市场的一些 运作的情境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 是艺术家要主导 导演要主导 实际上应该是制作人的 要主导 要了解市场 控制成本这方面 应该也因为这样 我们一时配合 到目前五年的新年音乐会 也做出口碑来 今年会到米西去 然后还有更多 明年会到日本去 等于自己的声音 让世界来听 就是让台湾的声音 响意全球 这个一直是一个目标 实际上还没有 新年音乐会的时候 我就跟李老师跟他讲说 20年之后 我们希望跟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起名 我没有说要赶过它 我是起名 因为东西方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艺术水准是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音乐家 都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 但是演奏的内容 全部都是台湾的音乐 这样有特色在里面 所以我们朝这方面一直在努力 最近八月份 我们希望把受众 因为过去的音乐的受众 都是比较中老年人的人 现在要变成年轻人 这种年轻的人 叫台风音乐会 台风的风是疯狂的风 Crazy for Taiwan 让古典音乐也让年轻人也疯狂的 我还要请教您 就几年前您就提出了一个 王道精神 是一个新王道 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提示一下 它的重点 OK 我在创业的时候就有王道的思维 但是2011年因为要 有一个传承就希望培养全球 华人全球企业的领导人 所以就有一个班 要命名叫做王道新传班 那总是要对王道做一个定义 那当然跟孟子2500人前 已经不一样 所以我就给他12个字的 三个基本信念 就要创造价值 利益平衡 永续经营 那创造价值就是 你认为一个组织要社会创造价值 第二个价值是创造 共同创造出来 所有的利害相关人的利益 相对要平衡 才能够持续一直共同来共创 那这样整个组织才能够永续发展 这我把它称为新王道 反过来孟子所谈的是应用在政治 但是现在新王道应用的 应该是政治以外的各个大大小小组织的领导之道 好的 非常谢谢董事长 今天您的一席话 就是我们台湾的智者前辈 所展现的典范 值得我们学习 非常谢谢您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谢谢观众朋友